启动考监两院的提名程序 召开了第一场审见小组的会议 马总统在致辞的时候 特别说了这么一句话 外界就解读 有可能会出现女监委女院长 甚至也有谱了 他说有更多的女性来担任监察委员 当然这番话也呼应 前法务部长王清风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有可能成为首位女监察院长的讯息 这是外界的解读